快點 各位歡迎來到Kyu的安娜頻道我是安娜 那還沒有點上一集的朋友呢 要先去記得看一下上一集內容 就是在讲说我从小失眠的一个经验 跟我一开始使用的什么方法 对我来讲的效果怎么样 那这一集主要是要分享说 我是怎么实际上靠了什么方法来达到解决失眠 因为我上集有提到嘛 就是我比较有效治疗失眠的方法 是靠就是医生给安眠药 安神的药来做失眠治疗 大概一年的时间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不希望一直靠药物来控制我自己 就有种好像被药物控制的感觉 所以就有在寻找很多不同的方法 这些方法就是包含 我开始去碰触到冥想啊 还有一些就是叫天然的这种音频的治疗 然后我发现原来我可以 透过这样的治疗就可以有效的改善我失眠的问题 那当我接触冥想啊 接触一些这种放松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原来是因为 可能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些压力的累积也好 或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些要求也好 往往就是会默默的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那久而久之其实它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因为它说实话它就会影响到你的思绪 我猜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 就是你睡不着的时候 你的脑袋是一直停不下来的 你有很多东西一直在脑袋就是一直 一直来这里一直来那里 然后你很容易不小心就被拉走 就导致你一个明明很累 但是你的思绪是停不下来的 我觉得这些冥想的东西 当我接触之后我发现就是 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去安定我的心灵 可以让我完全就是处于一个真正放松的状态 不是单纯只是physical就是你用一些比如说按摩啊精油啊 这些当然是可以放松 但它比较偏的是你的外在就是你的肉体上的放松 但是我发现就是治疗失眠最重要是你内心的瓶颈和内心这个脑袋思绪要有办法放松 我自己有实验过非常多方法 我在这边就是分享几个我自己认为有效的 就是我也有share给身边的朋友 有类似问题的人 然后他们也有吃类似的方法 其实大多数都是正面的feedback 第一个呢就是冥想 这样听到冥想 那其实冥想有非常多种 我觉得任何一种只要让你可以 让你思绪可以停下来 可以真的尽控你的思绪都是好的冥想 那好像我自己听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梅卡吧 类似像这样的冥想 那我自己有做过的 我会都放在下来发生资讯栏 那你都可以自己去点 其实在feedback上面都有很多专业的分享 其实有很多人说你的思绪也好 人就是非常受频率的控制 所以我就发现如果你听了某一个频率的音乐 其实也可以帮助你睡眠 那我发现其实有非常多啦 天时音不同hz数的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432hz 那这个hz数的音乐 我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平静 然后就是你一开始会以为 你要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底下才会睡着 后来我发现不行 当你太安静的情况下 你会一直去notice到 一些细小的东西 反而会让你分心让你睡不着 所以让你听432hz的时候 你就是在一个 有点听白噪音的概念 但是它是可以平稳 然后你的思绪 让你不要去思考其他东西的时候 你就比较容易进入想睡觉的状态 然后我发现自从我开始使用了这两个方法之后 我平均以前真的是一个小时起跳的 我可以在15到20分钟以内就睡着了 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讲 会觉得他舒服20分钟还是很久 但是对于我们的长期视频来讲 这已经算非常快了 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效 我觉得做瑜伽也是很好 就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回到家喜欢早 可以做一个放松瑜伽 其实它的原理都是大同小异的 就是希望你可以静下心来 然后把你的一些思绪都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因为你每天工作压力很大 或是读书压力很大 家庭的问题也好 各种各个方面的 有的时候真的没有自己的空间 那就是花这样一点点的时间 或是这样改变 这样一点点的改变 可以让自己的整体的睡眠品质增加之后 其实你的工作效率也好 读书的效率也好 都会大大的提升 我自己还有在接触一个东西 叫做松波 我相信应该 不是那么多人知道 那我现在拿给大家看它是什么 它在这边 登登 它其实就是一个 铜制造的波 然后一般它就是有一个这个 就是你可以去敲这个波 那我现在先不敲给大家听 但是它的原理就是 它也是透过一类像音频的东西 去让你可以拿到放松 然后那时候一开始 其实我也是因缘忌讳 就是我一直有看到的东西 但是我没有真的去尝试 在一个建国 建国吗 对就是在那边有看到有人在 在摆这个贩售的 然后后来我就上网去查了 发现说 诶宋波好像对 治疗失眠很有效 然后我就特地跑去了 就是专门在 买宋波的一家店 然后它是 根尼波尔的一个老师 那基本上宋波 我想它是有宗教性的 就是 如果你去了解的话 其实像这种就是 没有任何文字的宋波 它是非常natural 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宗教 它就是一个像乐器的东西 它就是跟我讲说 宋波治疗失眠 是它最基本最基本的功效 那它还有很多就是 其他关于心灵的层面的提升 这个部分就是 呃大家如果有兴趣 我可以再做一集分享 那 我后来就是 真的投资了一个买回来 我发现它真的是非常有效 我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 我真的吓到 我真的是 敲到我自己已经要睡着了 就是我不知道说 我可以去做一件事情的同时 我还想睡觉 它真的是会让你 那个频率 会让你觉得 非常的安心 然后你整个人的思绪就是可以进口 这样 因为失眠这个问题 说实在是蛮 蛮多人会遇到 而且其实 很多人真的 我去看了那个 呃 就治疗失眠门中 我才知道说 因为有这么多人在治疗失眠 那我就觉得 这个问题其实真的不小 我觉得 如果我可以 用我自身的经验 去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可以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那真的是最棒的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咯 那我希望就是有 追踪Kill Diner 就是会知道说 我们频道中 就是希望带给大家一个 健康的身心 就是不管是外在的身材也好 我们内在的心理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 刚刚我的内容有提到我 就是我会再 别集再讨论一下 有关于就是 就是失眠衍生的一些 情绪上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 我会再分享给大家 那如果你对这方面的 资讯有兴趣的话 也记得要 subscribe the channel and like the video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